警察總部公告天下,將殉職的高級督察林宇宜女士追授為總督察、豁湖、榮譽、跡銜 這種追授方式從來沒有在警隊有先例可緩 今次警總的決定足以令我們跪動 在執勤中,每位人員擇之所在一定當仁不讓,當然亦會無畏無懼 在近年殉職的英雄之中,警隊在北區因洪水而殉職的梁寶明 和因爭取居留權重訪案殉職的入境處梁錦江 都沒有得到追授職銜這種榮譽 不過總會在每年的授分名單中出現 事過境遷的分銜其實有點無奈 但追授職銜對殉職人員的家人而言 可能就是實際的賠償金額 無論如何,殉職的代價太大,但大義在前 每位人員又豈能貪生怕死,懼怕是人性 慷慨扶死難,慫容就義就更難 但英雄從來不容易,所以順勢旦旦可以無限吹噓 為人先才善我們的精神,需要承擔的時候 去負義才善我們的責任 一哥這個破格決定,警隊上下一定鼎力支持 而且將會繼續同心同德去面對將來的挑戰 也許,保安局局長及由武將拜上的政務司司長也要記上一功 從前,警務人員與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及後來 特區政府討論福利事宜的時候 從大部分官員以至今天的公務員事務局口中 最容易聽到的一個藉口就是 沒有先例可活 普殘手缺的官員不少 麻木不仁,任務不關心的就更多 至今奶皮官員的面孔仍然溺溺在目 特別是回歸前後,對警務人員的醫療服務被生減得最厲害 因此我們深信,警務處處長這個決定都是得來不易 各同人須作謝神,也要敏感五來 為官備士平生此,追受這個先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信息萬變的政治環境下,堅持必要有先例可援的官員仍然存在 但難道所有政治工作及管理都可以消規曹除 又有規範法的標準程序? 沒有開拓能力的官員會汗癌嗎? 林若然的官方在米爾舉行 讓我們都靜下來為這位應用殉職的同僚致敬 處一句實話,只要有繼續執勤的一人 就一定會有同僚殉職 所以請大家放下悲動 我們要珍惜每一天的工作 以及可以服務社會的機會 當我們都隨隨老去 又有一頭華發,就會更加珍惜今天的堅持 陽光總在風雨後,大家必須無望初衷 堅持繼後的工作